现在7点钟 外面已经有人在等日出了 先去拿三个假去拍一下 拍了一个万小时 拍到我想拍的 收拾东西出发了 刚刚出门的时候 那个老板说 他家后门有个小路 然后走到中途客栈 但是这个小路有点 有点危险 走了大概两三分钟就到了 现在是早上9点半 出发 我昨天那个小伙伴 住在中途客栈 现在去找他 中途客栈 爬山还能喝咖啡 太有情调了吧 哇 前面大部队 我们先走一步 还要坐啊 是帅了 是帅了 真是大路关在这里 这个地方好看 好嗨哦 到了呀 哎呀好酷吃不了了 他不让路了 胜利就在眼前 我们这里坐车 嗯 这个大巴车 还是有往缓的 是吧 对啊 有回丽江的 现在十二连整 到了中霞旅店 今天一共徒步两个半小时 中午了 让到丽江 每天三点半发车 我直接把相机放这里吧 这个是鸡豆粉吧 对 我们要从那边走下去的 走这种路 都 你看都要往那里转下去的 啊 我们刚刚从这上面下来的 脱张行李就带了个相机 轻松多了 现在去下面看湖跳峡 湖跳峡四叶景区 上面写的张老师客栈 从这一下 好好好 现在下去了 从哪下去呢 哦 从这里 直接有条小路 直接下了江边了吗 是的 好 来得及吗 现在下去了 你们是转了个半车吗 对 对 来得及的 反正你 一直到五小时 发呆时 只需要三十分钟 从这里下去三十分钟 哦 是的 这个好走 就昨天那个大爷 啊 刚刚那个吗 嗯 嘿 哈哈 哇 你太厉害了 你真的太厉害了 哈哈 你不是下巴了吗 牛 牛 够惊险 这个跟化酸里比 五条峡 哇 这关键台的玻璃粘道已经碎了 继续走 越来越近了 好激动啊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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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景观好壮观呀 看起来 我就开始说 现在 然后 他们便称 要是 海银 要是 不过 就 怀疑 那我们严重返回吧 爬了5.11 已经不行了 省时省力 走 168鸡皮铁 我要挑战你 这是168第一段 千万不要看两边和下面 好 休息 顺便休息一下 还有10分钟 加油 加油 强烈推荐168鸡皮 又快又省力 还有5分钟到顶 加油 到了 用死40分钟 20是吧 我们还要从张老师客栈 还有盘山公路走上去 今天是挑战极限的第二天 今天又是黑一圈的节奏 现在几点钟了 到3点 我们12点10都出发了 收拾心 走吧 上车 现在3点半回程 可以能做个免费的核酸 不错 回来了先点个外卖 然后去洗个澡 来已经拿点的第一个外卖 就是冒菜 现在干棒呢 感觉我现在能吃下一头牛 爬山的时候一点都不想吃东西 只想喝水 然后现在缓过劲了之后就好饿好饿 好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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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